接下来这个故事的男主角 可不是什么影帝 不过地位可能比他们重要得多 他是真实人生当中的 法国总统欧兰德 不过跟他一起扮演这个故事 倒是一位真正的法国女演员 41岁的朱莉加勒 在此这个事件之前 他们知名度并不高 但经过报道之后 一夜之间 名声立刻窜到了第一名 什么故事呢 他们就为法国这个八卦杂志活胆 这个欧兰德 在两个保镖的护送之下 光骑着一个小绵羊机车 戴着安全帽 就跑到了总统府外面的 这个隐私地点 跟他的女隐姓情人 两个人优惠过夜 而且是吃完早餐之后 第二天才回到总统府 当然这个新闻一报道之后 引起全世界媒体的广泛的宣传 大家都认为 这下的他麻烦大了 果然欧兰德在几天之前 召开了他任内 可能最重要的一次 说明财经政策的记者会 第一个问题 问的就是这件事情 但是结果却令国际媒体大为失望 因为欧兰德处理得非常严肃 而且非常的谨慎 他说这是一件私事 必须私下来处理 因此大家不必太管闲时的过问 而果然法国人 对于政治任务的隐私 真的有跟国际其他国家 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大家认为 欧兰德此时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国事家事 他究竟精力放在何处 只要他能把国家的事情处理好 那家事是他自己的事情 不过如果在别的国家 西方国家 甚至我们台湾的话 政治人物冒出这种闹剧 甚至跑到总统府外面的地方去睡 那恐怕的结果可没有这么好待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在欧兰德身边其实有三位女性 她的第一位女性 同然没有一个人跟她结过婚 但是帮她生了四个小孩 如今住在总统府的所谓第一妇人 是她的一个情人 而这位情人在知道这件 所谓媒体报道事情之后 一气之下立刻驻军了医院 如今又传出了这位第三位女主角 可能已经怀映 当然这些消息都无从证实 大家要等待二月 欧兰德要去美国访问的时候 究竟带谁去 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这位法国的所谓单身总统 她身边的三位女性 究竟她们有没有打别的共同点 这位法国总统 她自己个人的风流运势的特定对象 是哪一种类型 已经在整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来看看法国社会媒体 乃至于国际间对这个事情的 不同的看法跟处理态度 180公分高调纤细的身材 41岁的法国美艳女星朱莉加德 出道超过20年 从为大红大紫直到这一刻 法国八卦杂志Closer 在1月10号刊出这篇长达七页 且图文并茂的报道后 她不只红片全法国 就连国际间都开始好奇 这位女明星 怎么搭上法国总统欧兰德 周刊报道的总统保镖 每天晚上骑着三轮小绵羊 载着身穿黑色车服 头戴全罩式安全帽的 欧兰德夜奔朱莉的艾巢 只是堂堂一国之尊 怎么会搭小名娘惠家人 原来情人栖身之所 是这栋租来的旧式公寓 从总统官邸到这里 紧隔着一条马路 从爱立谢宫出发 左转再左转就到了 两地距离不到150公尺 方便约会 只是身边有63名随护的欧兰德 就算私人聚会 也得有两名保镖贴身护卫 但这几个月来 欧兰德为了优惠情人 竟只身在外过夜 保镖通常都是在隔天早上八点 送上法式牛角面包 让他用完早餐后 再接他回总统府 59岁的欧兰德 情史丰富 却从没结过婚 身边的欧女郎一个接一个 比欧兰德小18岁的朱利·加德 在法国不算知名演员 出道时拍摄电视肥皂剧 1996年才转战大一幕 2004年电影《爱转生》才开始 朱利·加德大胆挑战床戏 四年前的作品《无痕》 更是全裸演出 一幕上性感 私下确是好妈妈 曾有过段婚姻的她 现在独自抚养两个儿子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竟然热衷政治 2012年帮欧兰德助选 甚至公开称赞她 走在去年三月就传出两人关系暧昧 而且这段老少配还是欧兰德的首任女友 赫雅尔牵的线 曾和欧兰德同居超过30年 还和她生下四个小孩 在巴黎政治圈赫雅尔极度活跃 一度还出马角逐 2007年法国总统 但那一年 欧兰德却正式和她分手 一亲别恋政治记者崔威乐 2012年两人一起住进爱丽谢宫 没想到又七年之痒 欧兰德爱上了电影明星 还大胆在外过夜 最新一期的周刊报导 这段相差18岁的恋情 早从两年前欧兰德竞选总统 就已经开始 大国总统多情风流 欧兰德并不是第一个 前总统萨克奇任内与前妻离婚 梅开三度与模特布鲁尼 到处晒恩爱 法国人向来尊重隐私 尽管不喜欢总统如此高调 却也不八卦总统私生活 这次轮到欧兰德不感兴趣的比例 更是高达77% 上任快两年 经济处理不好 无政机的欧兰德民调一路探底 堪称是二战后最雇人院的法国总统 如今闹出大绯闻 交往七年的女友 气到住院疗养 欧兰德先送了花及巧克力 但直到16号傍晚 才到医院探病 两小时的新年记者会 一句这是隐私回应外界 没人要欧兰德辞职下台 或许注重隐私的法国人 对元首多情能诸多容忍 尽管崔威勒表明选择原谅 但欧兰德承诺 2月10号造访美国前 会给大家一个答案 到时候他稀的办是谁 就可以知道谁是他的最后抉择